在哥伦比亚大学,对犹太人的可耻对待和强加给成千上万无辜学生的骚乱已经持续了整整七个月,实际情况比公众看到的更糟,而学校的管理层却顽固地拒绝制止那些肇事者。 那里的抗议全国性运动的棋子,或者说是其中一部分,这个运动在意识形态上是毛泽东主义的,并且完全支持10月7日哈马斯所犯下的袭击、强奸、烘焙婴儿、酷刑和谋杀。 这些是我从5月2日对哥伦比亚大学行为经济学和营销教授有24年较龄的Rentivis进行的采访中得出的结论,还有他提供的大量知识文件和视频。 证据显示,抗议者要么是无知的,要么是恶意的,或者两者都有,恶意有时直接融入了邪恶之中。 行政管理,特别是大学校长夏菲克·米诺沙菲,看起来既软弱昏庸又无道德底线,无法区分是非,太愿意给予后者言辞上的支持。 再次强调,这是我的判断,而不是凯威兹的具体言论。 不过,他的具体言论也相当强烈,而且从提供的证据来看是完全合理的。 一小部分教授,无论是终身还是非终身教师,还有激进的学生,这些学生被这些教授和外部团体激进化了,从事了言语、暴力、歧视性、骚扰性的行为,甚至还有肢体暴力。 凯威兹说道,支持恐怖主义,用马克思主义信息、马克思主义宣传来破坏美国。 他们用以色列和反犹太主义作为阵地,作为借口。 这已经发生自10月12日,不仅仅是上周或上个月,甚至不仅仅是自以色列进入袈裟之后,而是自10月12日。 他们呼吁胡塞武装打击美国女兵和全球各地,呼吁对特拉维夫进行死亡、破坏和焚烧。 而且,他再次强调,我们讨论的是10月12日,这比以色列进入袈裟还早。 10月12日,以色列仍在搜寻、收集和试图识别哈马斯取出的被害者的头、心脏和肝脏。 这很重要。 过去两周的营地并不是对以色列所做的任何新事情的回应,而是一个长期计划,一贯执行的策略的高潮,旨在推动以色列的灭绝,并破坏西方世界。 哈马斯在去年10月7日袭击以色列,并屠杀了1200人。 仅仅几天内,激进分子就呼吁在10月12日在所谓被占领中的美洲大陆上的学校校园举行全国性抵抗日。 这些疯子将整个美国和加拿大的领土称为乌龟岛。 在正式的工具包中,全国巴勒斯坦正义学生庆祝了10月7日的屠杀,称其为巴勒斯坦抵抗历史性的胜利,跨越陆地、空中和海洋。 他们呼吁彻底消灭以色列这个国家,这里没有和平共处或两国解决方案,从河到海同时实现革命。 每一个以色列公民都被描述为定居者,工具包说他们在国际法意义上不是平民, 因为他们是用于确保继续控制被窃取的巴勒斯坦土地的军事资产。 因此,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是被屠杀的目标,这一切都是合法的,这一切都是必要的。 这一切如此令人憎恶。 这不是在今年4月份发生的,这是整整7个月前。 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许多其他校园,抗议者在整个学年中传达了这一信息。 他们的标语不仅仅是抱怨以色列进入袈裟。 相反,他们拿着庆祝10月7日屠杀的滑翔机照片, 他们对任何路过的犹太学生或工作人员说出最恶毒的话语, 仿佛哥伦比亚的犹太人或者所有的犹太人集体, 要为远在5600英里外的以色列国家政策的责任。 他们并巴勒斯坦和平,正如多个视频所示, 他们挥舞着恐怖组织哈马斯的旗帜。 而且,他们是暴力的。 只需看看这些链接中的证据。 听听这些露营者们像机械人一样重复着, 只是组成人类链条把犹太复国主义者挡在外面。 自去年10月以来, 学生和教师一直要求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夏菲克介入, 尤其是在去年12月和今年3月, 有大量势力表明校园气氛是多么的具有威胁性。 而且,这不仅仅是关于以色列的问题, 而是关于对整个西方民主世界和有序自由的敌意。 事实上,抗议领导者们实际上把历史上最大的屠夫之一, 那位导致超过4000万人死亡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当作偶像, 他们引用这样的话, 正如毛泽东所说, 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 夏菲克当然拒绝采取任何行动, 直到局势失控为止。 即使现在, 在5月1日的一份声明中, 夏菲克不仅仅是在保留退路, 而是暗示着目标与暴徒和占领者一致, 仅仅手段不同。 学校谈判者甚至考虑要关闭特拉维夫的联合学术项目, 夏菲克实际上赞扬了哥伦比亚大学, 在许多重要问题上的长期和自豪的抗议和行动, 比如越南战争, 民权运动和南非的反种族隔离斗争。 在接下来的句子的语境中, 夏菲克实际上把今天的校园占领者与其他人相提并论, 写道, 今天的抗议者也在为一个重要的事业而斗争, 为巴勒斯坦人的权力而斗争, 反对加杀的人道主义悲剧。 当然, 在全国范围内, 与这些示威者无法进行任何对话, 讨论更不用说谈判了。 他们不想要讨论, 他们想要扼杀讨论, 他们希望给整个西方世界, 特别给对美国带来灾祸。 他们图乎乔治, 华盛顿和本富兰克林的雕像, 试图毁坏美国国旗, 他们一再称北美的所有土地都是非法的定居点。 在哥伦比亚大学受到恐吓, 骚扰和欺凌的不仅仅是犹太人, 还有不同意示威者的普通美国人, 他们想要进行讨论, 对话和事实讨论, 即为茨教授说, 示威者不允许别人发言, 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了, 不管在哥伦比亚大学, 还是在任何地方, 叛乱应该被镇压, 逮捕不是事情的结束, 不要逮捕之后就释放, 相反, 要将那些人逮捕、 起诉和监禁, 现在是时候了。